要学就学真实的 你想成为近战猛男吗 想体验只要近距离对战 你就无敌的快乐吗 看完本期视频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钢枪最需要的是什么 猜的没错 就是枪法 那么枪法之后呢 我会告诉你是拉扯 这里先纠正大家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会和敌人近战的时候 左右快速横拉一动 一次躲避敌人枪线 其实这是错的 可以在对方视角看到 你的快速拉动在敌人眼里几乎没动 而真正的拉扯 应该是依靠掩体和身法的 进入实战可以看到 这把落地捡枪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飞散太慢的敌人 直接追他 这里他进入建筑 我切上冲锋枪准备忙他 但追上的第一时间 我们就看到敌人已经捡到了一把枪 这时候看我的操作 可以看到我并没有直接冲过去和对手忙枪 这是因为如果只是正面忙枪 不管你枪法多好 你和对手的胜负就是五十五十 非常不稳 所以我选择先在门口打了一梭子 马上闪身拉扯 敌人怕我凸裂 直接把子弹都按完了 这时候我再切枪进入 就能轻松击倒对手 进入下一把 这把我对战的是一个老六 我想先雷解决 没炸到 进入近战钢枪阶段 可以看到 第一波钢枪 我直接被敌人打到一枪头残血 还好我的身位一直保持拉扯 情况不对 直接跑路 打好要后 同样利用掩体卡住敌人视野 最后利用敌人枪声 掩盖脚步 倍身击杀 可以看到这两波操作 因为拉扯 我防止了各种不利的意外 成功解决敌人 所以有时候枪法 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用拉扯活下去 你就能成为 刚枪猛男 掩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